第一年我们买这个农场 他的主意说我们不能打一辈子工 他的主意买这个农场我们就从这儿 然后就开始干农场了 对 然后困难很多 你这个困难是什么 主要是 老实讲就是一腔热情啊 去向往天然生活很遥远 一落地了以后就一个一个的困难 第一个是 我在接手这个农场之前 我种了4颗西葫芦 然后就敢开农场种菜 对 我种了4颗西葫芦 一共长了40多个西葫芦 然后我温哥华的朋友 就要认识了我很高兴啊 我这个有成果啊 我每家都送一送 对我很有鼓舞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只种西葫芦不种别的 最好种啊 别的不好种 我在Richmond的院子里种了一个 真正到了这么大的田里 你完全和你自己家种菜完全是两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规模和你没有规模是两个概念 你在院子种菜 你不用考虑它的收益 投入收益比你不用考虑 人工什么你都不用考虑 我就是娱乐 我知道那个是自己吃这个要靠它赚钱 靠它谋生啊 对对对 要是产量 对要是产量 产量的问题很多 你的经销商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个品种 他们不认识 我是种北方果菜的 12年开始卖菜的时候 他们都不认识 那个黄瓜 我拿了那个刺黄瓜 他们不认识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台大人就问我 这是个什么东西 台湾不吃刺黄瓜吗 他们叫青瓜 他说你为什么叫黄瓜呢 我说等着他老子就黄了 对对对 对我儿子小时候就问我答不上来 对啊 现在温哥华很多云度 那个扁的云度 人是我第一个在这里商品种植的 送到超市去 南方人不认识这个东西 说对不起 我不经营了 我就是苦苦婆心给他们讲 我说我放在你这儿 卖了 咱们俩分 我只是我这一块 卖不掉 我都拿回去 扔掉 这才慢慢有的市场 你是从这样开始 对 就是你销售这块 你不认识人 我销售呢 我原来在就是杨先生的豆苗农场 我知道该怎么销售 但是他只是卖水培菜 和我这种北方菜 完全是两个概念 他的客户群体也不一样 我多少知道一点 所以就是也是硬手脾气 他那个菜最主要是卖给大冬华 他是高端菜 所以说在大冬华之外的客户 基本没有 我对于一个个的去跑 最开始的困难还不是销售 是种植 这个春天雨水很大 然后地里全是水 我一看完了 就是把菜淹了嘛 那个杨先生和我管理都很好 我给他干了三年嘛 他来了之后 他是专家 他是农业专家 云南省的挺有名的一个农业专家 他到地里走了一圈 他给我说沿这个地方挖一个沟 排水 排水 我就听了他这一句话 就把这个沟挖出来了 挖出来的水就排出来了 就不淹了 对就不淹了 这个专家就是专家 这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记 这一年我就有了基本的收成 好 好 好